近期一些国家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 指着中国新年龄产业依靠补贴大量出口 过剩产能冲击了国际市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谬论 有备常理也有为事实 本质上是一种双标和贸易保护组物的新伎俩 我们也多地强调 中国产业补贴政策是合理合规的 以产业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 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行做法 那么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 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 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 所有企业都可以平等享受 也不存在世贸组织所规定的 这个禁止性补贴 并且已经及时全面的 向世贸组织进行了通报 我刚刚提到这个产业补贴政策是一个通行做法 那么它关键是要符合 世贸组织的规则 要坚持这个公平 透明 非歧视 那么如果反过来看呢 我们也发现 这个美欧啊 近年来补贴力度在显著较大 而且带有大量歧视性和排斥性的做法 你比如说 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这个通行缺间法 它里面这个关于电动汽车的补贴政策啊 是歧视性的对待中国企业啊 将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 还有关键矿物 排除在享受补贴范围之外 并对中国这个相关产品啊 进入美国市场设置的重重障碍 是一种典型的保护主义 而且呢它也违背了世贸组织的这个 国民待遇啊 作为会国待遇等规则